那一般OP的话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符号来表示 那在这里有三个端点 两个是输入 一个是输出 那这两个输入里面 一个是非返效输入 就是正的这个 那一个是返效输入 那另外它有一个输出端点 那一般在画的时候我们POWER的部分 因为为了简化 所以就没有画 那实际上它一定要有连接电源 它有电源供应你的电路才能够正常的工作 那对一个理想的运算放大器 那它的特性是 它的插动输入的放大是 无限大 然后当我正部端有一个电压差的时候 那这个争议它会变得无限放大 就是理想的时候就是它的开路的插动争议是等于无限大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输入电阻是无限大 那所谓输入电阻无限大对应到的就是它不会有电流的进出 那输入电阻是等于零 那输入电阻等于零这一部分跟我们分析的时候 其实比较没有关系啦 那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比较有关系的就是 插动争议是等于无限大 那你的输入电阻等于无限大 那这两个是主要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它的共模争议等于零 这是共模巨次这样的一个现象 比如当V1等于V2的时候 那你的输出会是等于零 不管你的V1V2是多少 那对应到的也就是你的共模争议是等于零 然后再来的话是平宽无限大 那平宽无限大这部分 其实在分析上的时候也比较少用到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平律下位的那个部分 所以在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这两点 就是我们在分析上会用到的 是这两点 就是它假设它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插动争议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输入电阻的无限大 那这是对于任何的输入 就是对任何的两个输入电压V1V2 那V1V2它一定可以把它表示成等于一个共模电压 加上一个插动电压的一个表示式 那在这里它的共模电压就是两个电压相加除以二 因为在这边VICN是等于1分之1V2加V1 那VID的部分就是它的插动电压的部分是V2-V1 就是两个的电压差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V1就会是等于VICN减掉2分之VID 那相对的V2是VICN加上1分之1的VID 好那我们上次也分析了一下这个的避回路争议 因为你的插动争议等于无限大 那我们知道在这里这个是指V正的电压减掉V负的电压 就是这两个的电压差 乘以它的争议会是你的输出电压VO 所以这样V正减掉V负 这两个的电压差就会是VO再除以A 那因为A等于无限大 我们讲它的插动争议是等于无限大 所以一个有限值除以无限大 那这一个就会趋近于0 那趋近于0的情形下就是这样 你在避回路的情形它如果在正常的操作情形下 所谓正常的操作情形下就是 我们知道它输出会有保和的现象 就是它没有输出保和的情形 那这时候你的复电 V1这一点的电压就是复端的输入 跟正端的输入这一两个会是Virtual Show的 就是它是虚短路 所谓虚短路就是它并不是真正的短路 而是它两个的电位会一致 两个电压一样 所以才会叫做Virtual Short 那现在因为 二是接地 所以这一点的话就会变成这样 Virtual One 因为它是虚接地 所以它的电压几乎就是等于D 就是当你的争议假设是无限大 那一般我们实际上的OP 争议当然会是在10的五次方左右 那如果10的五次方就是即使有限的争议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使 你用这样的近视还是怎样 很合理 这两端的电压差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你可以几乎把它当成两个电压一样 那当两个电压一样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输入端的电压是Vi 那二这一点我们讲它是接地 所以这样这里就会有一个电流流进来 那这个电流就会是这两个电压差 就是电阻两端的电压差再出于电阻值 所以这里会有R1分之Vi减掉0的电流流过来 那这个电流流过来 我们看从这个节点我们知道 因为OP的输入电子无限大 所以这里不会有电流流进来 这里流进来的电流流 因而这里流过来的电流会全部流过R2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Vo的电压 就会等于多少 这一点的电压减掉R2的压降 所以它就会是你减掉R2再乘以它的电流是多少 R1分之Vi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Vo会是等于 Vo的R1分之R2 Vi 所以由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避回路争议 在这边是写成G 那G是定义成Vo比上Vi 就是输出电压跟输出电压的一个比值 那这时候它会是等于负的R1分之R2 那这个就是它的避回路争议 那在这里因为你的输出跟输出是 比值是一个布的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反向放大系 所以反向放大系就是 你如果这里输出的是正电压 那相对的这边出来是布电压 那你的输出波形如果是一个假设是一个sine wave 那你的输出呢也会是一个sine wave 那它的峰值会是这个的G-back 那相对的它两个相位会差180度 相位刚好 反向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 如果是你的增益不等于无限大呢 那增益不等于无限大这时候 这一点的电压就会有一个有限值 那会是多少 因为我们讲V正-V负乘以A是等于Vo吗 对不对 那V正等于0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得到V负会是负的Vo再除以A 所以这一点会有一个电压 那这个电压只会是等于负的Vo除以A 所以这样的话 一样我们由node equation 就是从这个loop来看 那流经R1的电流现在会变成多少 I1是R1分之vi的电压减掉 电阻另外一端的电压是多少 负的Vo除以A 所以这时候I1的电流就会变成R1分之vi 再加上Vo除以A 然后跟刚才的差畏就是差在怎样 这也多一个V0除以A这一项 那当你的增益越大的时候 其实这一下相对的就会越小 好那一样跟刚才的分析一样 你这里进来的电流等于0 所以这边过来的电流会全部流过R2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得到Vo的电压会是这一点的电压减掉R2的压降 所以就变成多少 负端的电压是负的Vo除以A 然后再减掉I1R2 那I1就用这个数值带进来 所以它就会变成这样 负的Vo除以A 然后再减掉R1分之vi 加上Vo除以A 整个挂起来再乘以R2 那我们看这个数值里面 其实它就只有Vo跟Vi的项目 所以一样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就把它整理一下 就把Vo跟Vi把它分开来 所以这样的话最后我们可以得到Vo除以Vi会是等于多少 原来是负的R1分之R2 那现在多了分母这一项 分母这里有一个1加上 1加R1分之R2 然后整个除以A 那在这里跟刚才的差异主要就是差这一项 在这里多了这一项 那这一项当A等于无限大的时候它变成0 这一项如果圆小于1 这一项如果圆小于1 那圆小于1的时候 复裂掉之后就会恢复到 之前我们假设它是理想放大器的时候的形形 那这个要圆小于1相对的就是怎样 1加上R1分之R2 圆小于A 那一般我们在使用上这个大概都可以符合 我们真正在用的时候 你的正义可能会是多少 挺多一两百倍 就是由这些固定电阻 那对一个运算放大器来讲 它的A大概会是到10的五次方左右 那10的五次方跟100来比怎样 你还差了三个order 这样的话考虑这个误差 它大概影响就只有怎样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话误差值大概是0.16% 0.1% 所以这样的话 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理想的放大器来分析 其实并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误差 不过你们还是要知道就是当 正义为有限的时候 那这时候的话 它的 避回路正义值会是多少 好 好 这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那这里只要考虑一个 反向放大器这样的一个主态 那假设现在R1是1kΩ R2是100kΩ 那求避回路增益 如果是你的放大器的增益值是多少 10的三次方 10的四次方 还有10的五次方的时候 那在这些test的时候 你去看 我的避回路增益 相对于你想的这个多少 R1分之R2 这个值 它的 互差的一个百分比是多少 然后另外的话 决定一下V1这一点的电压会是多少 然后当我的输入端的VI 是等于0.1V的时候 那你V1的电压能够多少 好那我们来看 误差的百分比怎么表示 那误差的百分比就是你实际上的 避回路增益 跟标准的 理想的避回路增益 它的一个这样 差在处理理想值 所以在这边 误差的百分比Epson 是定义为G的绝对值 减掉R1分之R2 再处以R1分之R2 那在这里R1分之R2就是 当A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它的一个正义值 好那V1的电压我们知道 它会是多少 负的VO除以A 负的VO除以A 那VO的话是等于多少 并回路增益来讲就是GVI 负的VO是GVI除以A 所以当VI等于0.1辅的时候 我们把它 再到这个式子 然后在这里随不同的G 去做 表示 那我们知道 G的话是 前面讲过了 是的 V的R2除以R1 GVI除以A 所以 当它是10的3次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正义是多少 90.83 这是实际上算的词 那我们用概算的方式 我们知道你现在的 并回路增益 理想值是多少 100 那你100跟1000 大概差多少 1分之1嘛 对不对 所以1分之1 你的误差大概就是10% 所以100 减掉10%的误差 大概就是多少 90 对不对 所以它的Epson的话 就是等于多少 -9.17% 那 V1的电压 由这个值 再除以多少 V1的电压是 VI再乘以G再除以A 那这样算出来 是等于-9.08mV 理想上我们希望它是0V 那在这里会有一点点电压 是-9.08mV 那相对的 当A等于10的4次方的时候 那10的4次方跟100就差了100倍 所以相对的你的误差就是说 1% 所以误差1%现在 这里 因为你如果差异越大 你用1%去算 其实会越准 那相对的你如果 10%在这里还好 复差还不会很大 那你再多一点 你用概算的方式 可能 复差相对的也会跟着点大 所以 在这里算出来 就等于99 所以Epson的话 就等于多少 -1% 那相对的 现在 V1的电压 就等于-0.99mV 大概只有多少 接近-1mV 那如果到10的5次方呢 那现在就差了1000倍 所以相对的你的误差 现在只有0.0% 一个百分比 所以 现在得到就多少 99.9 跟100现在就非常接近 就只有多少 0.1% 1分之0.1的无常 所以你的Epson的话就是多少 -0.1% 那这时候V1的电压是多少 -0.1mV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 然后当你的争议越大 那这个V1的电压 就相对的越接近0 那 真正你在分析的时候 其实你如果把这个接近0 那你分析得到多少 100 那跟99的误差其实就很小 好 那这是A部分 那再来看B部分 那B部分的话 就是假设Open Dove Game A 从 1万 这也是10万 从10万变成5万的时候 你的开路争议 从10万变成5万 那他差了多少 50% 你在制作的时候 因为一些自省而编异 还是一些技术的问题 假设我现在的 开路争议的放大器 他的 争议会差到这样 50% 但是用这样的放大器 我来做闭回路争议的时候 就成这样的一个电路 那假设这些电阻的误差是没有 那这样的话闭回路争议 它会有多少的 争议的差异 因为我的争议 如果开路争议是 10万变成5万 那我的闭回路争议 G会是 从多少变化到多少 好 那A如果是 5万的时候 那这时候他的 闭回路争议 G 现在是多少 5乘以10的四次方 所以他是介于这两个字间 那这时候他的闭回路争议 其实是多少 99.8 那相对的 他是10万的时候 是这个 算出来是多少 99.9 以后我的开路争议 从10万变成5万 下降了一半 但是我的闭回路争议 他是从99.9 变成99.8 在这里他只有 多少 大概是-0.1%的一个误差而已 那这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用 运算放大器 来做一些 放大器使用 其实运算放大器 你很少用他的 开路争议 来做放大 都是用闭回路争议 来做 闭回路争议 做只要你的 外面的这些被动元件 就是这些电阻 你的准确度够 那相对的 你就可以得到 怎样 很稳定的争议 比如他的争议值的话 就会怎样 非常的小的误差 不会因为 主动元件 可能他的差异性 会比较大 所以对应到 你怎样 相同的偏压架构 那你如果是怎样 不同的电晶体 那你可能会有不同的争议 比如像 就像这个 你 有10万变成5万 那你 差一差了一倍 但是 你透过闭回路争议 你得到 怎样 争议值幾乎是不变的 好 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主要应该是看输入了 因为输入我们讲 他输出电阻等于0 所以 RU都等于0 这部分就固定 那输入电阻会因为 你不同的阻态 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值 好 那我们知道输入电阻 他的定义就是 我的输入的电压 除以他进来的电流 所以他就是 VI再除以I1 那我们知道I1是多少 VI除以R1 所以输入电阻 其实很简单 就等于多少 R1 那这是 这个架构的一个 蛮大的缺点 比如一般 你如果想要有 比较高的输入电阻 那 比较高的输入电阻 相对的你R1 又要增加 那R1增加 你如果要维持相同的 一个增益值 那你可能需要的R2 也要跟着 准备的增加 那通常这些 被动电阻 如果是 在机体电路里面 制作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些 值的限制 实际上他 不可能做的太大 就是在10 座上 你做的太大 相对的你需要的面积太多 那相对的讲 cost就很高 所以你的R2 如果没有办法 对应增加的情形下 我要增加输入电阻 那相对的你的 壹维度增益 在这边就会下降 那这是 反向放大器的架构 那下面我们看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话 可以 再不 增加R2的电阻 就是R1电阻 因为我要当输入电阻 那输入电阻 如果要提高的情形下 那透过这样的架构的话 可以 不需要太高的R2电阻 那应该可以得到一些和你的倍率 那 这个主要就是 透过这样的架构的话 来增加 他 流过电流的一个量 好 那这个电路分析一样 我们从输入端一直跑到输出端了 那 一开始我们看你的输出跟输入一样怎样 输端的输入一样会有一个回路 所以它是一个反向放大 应该是讲不回收了 所以这时候 如果它是正常的工作情形下 我们讲 这两端会有去短路的前写 所以 在这里的话 这一点的电位 V负 还是在这里写成V1 那V1的电压就等于0 因为V1是负的VO再除以A 那 S无限大的情形下 V1 就等于0 那V1等于0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会流过来一个电流 I1 那 I1的电流会是 VI-V1 再除以R1 那VI等于0 所以就等于多少 VI除以R1 那一样这边进入放大气的电流等于0 所以 I1的电流会是等于I2的电流 是等于VI除以R1 好 所以 I2这里流过 VI除以R1的电流 那对应到VX这一点的电压 就会是V1的电压 再减掉R1的压降 所以是V1 再减掉R2 减掉I2R2 所以这样就等于0 再减掉VI除以R1 再乘以R2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VX这一点的电流 VX这一点的电压知道之后 在这边 这是这个节点 有透过一个R3的电阻接到D 所以这样 因为这里现在是负的 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一个符号来看 依照这些电流符号 这边过来是这个方向 所以 所以当VI为正的时候 现在这些电流方向都是这样 正的 对不对 那这一点的电压是负的 所以在这边就会有一个电流 从D经过R3 流到VX这一点 那这个电流 那这个电流I3 会是0减掉VX再除以R3 那VX的电压用这个带进来 那就会得到它会是R1R3分之R2再除以VI 所以在这边会有一个电流流过来 I3的电流流过来 那 这里流过来是I2 那这边往上流是I3 那从这个节点来看怎样 这两个电流会是等于这样 I4的电流 对不对 如果对这一点 你流进的电流 跟流出的电流 一定要一样 所以我现在进来是 I2I3 那出去是I4 所以I4的电流就等于I2加I3 所以就等于R1分之VI 然后再加上R1R3分之R2VI 好 那这样你就可以得到VO 对不对 VO的电压就会是VX的电压 现在再减掉I4R4 好 那VX的电压等于这个 那I4等于这一个 那这样把这个式子整理出来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VO处理VI会是负的R1分之R2 再加上R1分之R4 再加上R1分之R4 再加上1加上R3分之R2 OK 那这个有时候我们 会把它整理成这个样子 有VO比上VI 会是负的R1分之R2 那R1分之R2 就是之前这个反向器 这样的一个架构 然后再整理后面这一项 那后面这一项是1 再加上R2分之R4 再加上R3分之R4 OK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 我R1 R2 即使一样大 那在这里 我只要有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R3电阻 这个如果小 那相对的我就可以得到 蛮高的争议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兼顾你的 输入电阻跟争议值 好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 我想要一个争议是-100 比如在这里 这个要是-100 那在制程上 我能用的最大电阻就是 1MΩ 就是制程上你可以用到的 最大电阻值 比如可以合理使用的电阻值 所以这个电阻值是1MΩ 那如果这样的情形的话 你可以让 1 2 4 这三个电阻都是等于1MΩ 所以在这里 这个是1M 这是1M 那这也是1M 1M 那这是1M 1M 所以前面这个增率是1 那在这里是1加上1 再加上 你只要让R3分之1M 要等于多少 100M的话这是98加2 所以这是等于98 所以相对的R3的电阻值就是多少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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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除以98 那这算出来大概是等于10.2KΩ 所以这样你所需要 total的电阻值是多少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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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10.2K 所以大家需要3MΩ的电阻 在这里算电阻主要就是 你的电阻值大小就会对应到面积的大小 那一般在机体电路里面制作 你电阻的面积会是这样 比较耗面积的 比如它相对于电晶体来讲 它要占的面积会比较大 那占的面积比较大 对应到就是你的这样 价格比较贵 因为 你像一个晶片12寸还是8寸 那它的面积是固定的 那你电阻的面积要大 你需要的这个精力的面积大 那精力的面积大 你一个晶片能做的精力就变少 所以相对于它的单位成本就变高 那对应到你如果 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用之前简单的一个反向放大器 那简单的反向放大器 你R11M的时候 我要得到100倍的整理 你需要R2的电阻就是多少 100M 所以你就需要多少 100M 那相对的现在需要多少 3M 所以它的面积就差了30几倍 那你在制作的时候 其实这个电阻搞不好都比整个OP 还要来得大 好 对这个架构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样的架构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用途 就是它可以当作一个怎样 电流放大器 那电流放大器 现在就是你在输入端这里进来的是电流 而不是刚才对应到的电药 那假设它这里进来一个I1的电流 那这边一样流过一个I1的电流 那在这里 R3这边 它流过的I3电流会是多少 R2分之 R3分之R2再乘以I1 所以一样你透过比较小的R3电阻 那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电流 高便率的电流往上流 所以像你流过R4这里的电流 就会是多少 1加上R3分之R2 I I 就是你的输入电流的高档 1加R3分之R2 那这个电流争议跟你的电阻值会无关 在这里要无关一样当然是怎样 你的电阻值就是这个运算放大器 它是在正常的工作范围 正常的工作范围对应到的就是你的输出电压怎样 不能超过它输出的上下线 如果超过它输出的上下线 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虚短路的架构就不成立 因为那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放大倍率 好 那这是反向放大器的一些扩大应用 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个加全加仿器 因为我们刚才讲你的副端这里 会是一个虚短路嘛 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由不同的电压 透过不同的电阻值 那相对的不同的电阻值怎样 它流进来的电流就会不一样 比如V1在这里流进来的电流I1 它的V挺就是多少 R1分之1 那V2的部分呢 是R2分之1 所以这些电流全部加起来 全部会流过RF 所以这样我可以得到我的V0的电压会是 2的R1分之RFV1 再加上R2分之RFV2 再加上R1分之RFV2 那这样的电路其实也可以简单的应用把它做成一个种 做成一个数位列比的转换器 以后你前面这里是数位讯号 那这里过来呢 输出是一个列比讯号 那这个做法就是在这里的话 你就是把这些电阻做适量的分配 以后它最高位远的假设就是R1 假设一般最高位远可能会是RN 假设这个是RN 那相对的下一个呢 就是电阻值就是2倍的RN 那再过来就是4倍的RN 那再过来就是多少 8倍 那通过这样一个电阻的分配的话 相对是怎样 这个流进的电流就会是怎样 最大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数位讯号转换成类比讯号 那这种做法是简单的 就是你如果位元素不多 那用这样的做法还可以 那相对的位元素太高 你的电阻的比值差异就太大 那制作上就不是很实际 好 那利用这个加权加法器 也可以再把它扩充成这样 具有正符号的一个加法器 用你不同的符号值 那你可以这样 先用前面一个加权加法把它变好 然后再跟后面的相加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Vo的电压就会变成这样 在这边前一几的这是正的 就是V1再乘以这个比例 那这个V2再乘以这个比例 那后面V3V4相对的就是这样 那在这里你如果要得到相同的一个比值 就是一样你可以做加权的做法 那在这边你如果要都是用成像刚才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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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 R4这样的一个比率 那你可以让怎样 这边你如果让Ra Rb两个一样 那这两个一样你就把它消掉 所以它就会变成多少 R1分之Rc 那 第二个就是R2分之Rc 那也可以得到相同的一些加权的比值 在这里其实这边的电阻的比值你可以再做一些调配 就是让它的范围可以比较滑一些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非反向放大器 那非反向放大器其实就是在输入端怎样 等来从输入端是从这里进来嘛 那这边接地 那现在就是把这两个对调而已 就把这两个对调 现在变成 刚才的反向放大器那个输入端你把它接地 那正端这里变成vi的电一样 比如我输入端从正端进来 那这样架构的好处是在于怎样 我现在从正端进来 那正端它的输入电阻无限大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有很大的输入电阻 不像反向放大器你看到的输入电阻会是这样 它接地就在互端到输入电压之间的电阻值 那在这里它的输入电阻就变成无限大 那分析上一样 我们如果假设A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那A等于无限大 这一点的电压是vi 所以相对的这一点的电压也是vi 因为这两边是虚短路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也是vi 那这一点的电压vi这边接地 所以r1这里就会有一个vi除以r1的电流这样 从2这个节点 就是从这个节点这样 经过r2流到地 那这个电流一样会流进r2 经过r1 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得到 Vo的电压会是vi再加上 r1分之vi乘以r2 所以它就会是等于多少 vi再乘以1加上r1分之r2 那这是当A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那它如果不等于无限大呢 那这部分你们可以自己 算一下 如果当初我不是无限大 那它这个时候 Vo比上vi会是1加上r1分之r2 然后除以分母这一项 那你可以看到分母这一项跟前面的反向放大器的指是一样的 都是1加上1加r1分之r2再除以a 它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回收架构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相对的它受到回收影响的这个 是 会是一样的 那非反向放大器另外有一个蛮 广泛使用的一个架构 就是它的voltage follow 电压水耗器 那电压水耗器的 应用就是怎样 把刚才的r2让它等于无限大 那r1等于无限大 r2等于0 那当r1等于0 那当r1等于无限大 r2等于0的时候 它的架构就变成这样 就回收这部分的架构 所以这时候你的输出电压就等于输入电压 那这个又称作unity gain buffer 因为它是一个单一增益的一个反充器 那这种电路主要的好处就是怎样 我的输入跟输出是一样的 但是对应到输出这里 它的输出电阻是等于0 所以它是推动比较低组织的负长 那相对的 相对的架构通常你的输入讯号 它的输出电阻会是比较大 以后你可以把它看成 这个它的带外力等下电阻就是vi的电压 会有一个这样 ri 这样的一个内阻 那它的内阻大 但是我们讲这里进来的输入电阻是无限大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还是等于vi这一点的电压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这样 做一个阻抗批配 做一个阻抗批配 好那这个是插动放大器 那做插动放大器主要就是我希望我的电压的输出 就跟这两个的插动值有关 就是这两个电压差有关 而且是成一个固定比率 那相对的那电压相同的部分 怎样 对于放大器来讲 它并不会把它放大 有相同部分的电压你的输出电流 电压都是等于 那这个图我们前面也有讲过了 对认定的两个输入电压 V2 V1来讲 那它一定有一个共模成分 跟一个插动成分 所以它一定可以把它表示成这样 VICM加减一个二分之VID 这样的一个形成 V1的电压会是VICM减掉二分之VID 那相对的V2 会是VICM加上二分之一 VID 所以 对应你放大器 实际上它的输出电压VO 就会是等于多少 AB乘以VID 再加上ACM乘以VICM 有 插动电压 它有一个插动争议 那共模电压 它有一个共模争议 那在实际上 一个预算放大器 它的插动争议会蛮大的 我们讲的可能到十个五次方 但它还是有共模争议 只是共模争议通常都不是很大 然后共模争议可能会是零点几 还是到一 那你如果是即使一也没关系嘛 如果一的话 你看 这是十个五次方 这是一 所以相对的 插动争议的部分 贡献的电压会是比较大 会远大于共模争议的部分 那对于 预算放大器 LINRA有一个参数 我们称作共模议议议 就是CNR 主要还是基因论好的 因为中文有时候 不同的翻译会有一些出入 那CNRR是指 我的共模争议 分支插动争议 还有插动争议 除以共模争议 那如果要用db值 就是20多个AD除以ACN 那这个值要越高越好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共模争议 而要插动争议 因为主要你在应用上的时候 你的这两个 两端的电压差 其实才是你要的讯号 就是你的讯号 那相对的 这讯号可能一般来讲 都会蛮微小 那相对于这个讯号 外部的一些杂讯 就是电波干扰 还是电源的干扰 那这些干扰 通常他都会同时出现在正负端 也就是这些干扰 会是他一个共模电压的成分 就你这两个正负端接在一起 所以相对的你有一些 电波干扰 还是电源端 对这两个输出端 所造成的干扰 那都会是同时干扰照这两端 也就是对应到的 他就会是他的一个共模的电压 那这是杂讯的部分 那你不希望不要这个部分 你要的主要就是这两端的电压差 有你的讯号部分 所以你会希望我的插动争议越大越好 那你的共模争议越小越好 因为在实际上 这个共模电压 通常会比你这插动电压要大 就外部的这干扰 会比你的讯号的电压大很多 但是透过共模争议降低的情形下 那你的输出主要还会是这样 插动电压 而不是共模电压 也就是我们用一个数字来看 假设这个是1mV 那你的插动争议有10的5次发幅 那这当然你还会再加上一些闭回路的部分 那共模争议的部分呢 假设是1 那你这个共模电压假设是多少 1V 所以这样比这里乘起来还有多少 100V 当然这不大可能 在这里主要就是给你一些数值来看 这样出来的电压会比 本来你的讯号只有 等一下 杂讯的千分之一 那透过放大气质 在这边 共模电压杂讯这部分 它 放大倍率很小 所以相对的 你的输出主要会是这样 我的讯号的部分 这样的话这也是100V 这里才1V 所以相对的你的 杂讯的量 跟讯号量 这样就小很多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单一运算放大器的一个插动放大器 比如在这里我们要把它 这个放大器当做一个插动放大器来使用 比如我希望怎样 我的输出会是一个争议再争议怎样 这两个电压差 好那在这里我们看 因为本身这个是一个线性放大器嘛 那在这里输入端输出端 那这些连接的电子都是一个线性连接 所以相对的输出电压 我可以用重叠原理来去做计算 那当然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你也可以直接计算 那直接计算相对的 计算上会比较复杂一些 所以我们用重叠原理 那我先看VI1对输出电压的一点影响 那我看VI1的时候VI2现在把它接地 所以VI2接地现在正端这也是一个R3R4的电子接到D 那我们讲这里进来的电流等于0 所以相对的这两个电阻就没有电流流过 那没有电流流过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也就等于0 对不对 那这一点的电压等于0 就跟我们刚才前面 前面所看到的一个反向放大器是一样的 所以因为VI1所产生的VO电压 VI1还是-R1R2VI1 那就是VI1的部分 那VI1的部分看完 再来我们来看VI2 那看VI2的时候 我现在把这一点接地 所以这个架构跟刚才的非反向放大器有点类似 但不完全一样 那主要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刚才是直接接待这一点嘛 那现在多了一个怎样 电阻分压 所以相对的你就把刚才的非反向放大器是多少 1加上R1分之R2 对不对 然后再乘以这个分压的部分 就是多少 R3加R10分之R4 所以现在它的争议 所以现在它的争议 这个的争议值就等于这个 这个的争议值就等于这个 那插动放大我就希望我的输出等于 Vi2减掉Vi1再乘以一个数字 所以在这里你就要让这两个放大倍率要一样 以后R3加R4分之R4再乘以1加上R1分之R2 这个起来要等于多少 R1分之R2 那这个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把它提过来 这个就变成这个 R1分之R1加R2 那在这里把R1消掉 那把这个移过来 就变成这个式子 那这式子 两边各处以分子分母 处以R4一个处以R2 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所以相对的 我如果希望这两个放大倍率一样 那你要的就是这两个一样 以后R3分之R4要等于R1分之R2 那在实作上通常这两个都会怎样做成一样 就是这个是R1R2 那这个也是R1R2 那这样的话你得到的争议就是多少 R1分之R2 然后乘以Vi2减掉Vi1 所以我如果满足这样的一个condition 那我可以得到我的Vo电压就等于多少 R1分之R2再生以Vi2减掉Vi1 那Vi2减Vi1就是它的 插动电压Vid 所以你的插动增益AD 就等于多少 R1分之R2 那相对的我们来看它的共模输入讯号 那如果是共模输入讯号的时候 假设我现在这两端都加上一个ViCN的电压 那一样这边过来 这一点的电压会是 R4加R3分之R4 乘以ViCN 那VoShort的形形 这一点的电压也会是多少 R3加R4加R3分之R4 ViCN 那一样你如果满足刚才的R4 这两个电阻比等于这两个电阻比 那你可以得到Vo的电压刚好会等于 那这是有经过一些运算 那运算出来你一样可以得到怎样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 那ACN会是等于0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架构 它的共模真一样 是等于0 当我两边的电压一样进来的时候 那你的输出电压会是等于0 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我们先休息一下 9